有一名男子的表姐软槽萎缩没办法生小孩 要求表弟的老婆跟自己的先生来进行人工受孕 后来产下了一名女孩 但是这个男子惊觉老婆乱伦通奸 向表姐提告求偿五百万 法官认定男子从头到尾都知情 没理由不知道老婆是代理孕母 所以判她败诉 住在台北的灵性男子因为表姐无法生育 五年前让自己的老婆当代理孕母 事后男子反悔反而迁怒对方 认为这是造成他离婚的原因 气得提告求偿 走访林姓男子的家里 附近邻居表示不太清楚这件事 只知道他和父母住在一块 最了解在2007年8月 林姓男子的妻子捐出卵子 表姐夫捐金子 事后到医院进行人工受孕 隔年生下一个女儿 由表姐夫妇收养 认识男子似乎发现不太对劲 指控表姐害她老婆间接通奸 但法院判定男子败诉 法官认为林姓男子 没办法证明表姐破坏婚姻 而且在老婆怀胎期间 也都没有表示意见 怎么可能不知道 妻子就是代理孕母 简直 没有解决 谢谢大家